之前威根的節奏度都比較不高 哇靠 這樣鋼會好 哈囉大家好 我是你們的好朋友阿東 今天邀請到我們的快先生 一起來體驗這一台 標誌的3008 它的1.2渦輪是3缸 它的1.6是4缸 它們的扭力只差2公斤 但是馬力差了50匹 因為它的價格在我的預算內 然後它的內裝外觀是我喜歡的 選配天裝 然後當時有一點折價的話 是133萬 去年的時候還沒有1.6的版本 你去年買沒有 對 其實還沒有 那如果現在讓你選 讓我選的話 我可能會選1.6 它們法國車有一個很特色的地方 就是你看 這看起來它是有線條 但是你仔細看它還是糊的 它不像那個德國車 它喜歡用銳的 人家就說德國車喜歡蓋屋眼 這條 讓我想到娜智傑U5怎麼辦 4米4多的車子 有沒有辦法前後坐下兩隻大汗 這位置會很擠嗎 不會 非常不會 這4米4的空間很驚人 椅背不可調 它的椅背部分是屬於比較躺的設定 所以說坐起來其實蠻舒服 不過可能是因為它是緊湊型的運動修理車 所以它的後座的椅子非常的小張非常的短 對 B&W M Power 對 B&W M Power 那個之前335也是這樣 看起來這台車真的是 那個駕駛取向為主 天氣很熱 我們先來感受一下它的冷氣 可以多快冷 冷氣很快就冷 欸 好問題 線盤 不好意思喔 我裝腳手 這個方向盤 好妙喔 握感好妙喔 你會不會 你是不是想要轉了之後 放手讓它轉回來 對 然後它的形狀不完就不讓你轉 就是它在轉回來的時候 有沒有覺得好像一直被打到 對對對 被打你手 前座的高度 比較壓迫一點 當然啦 我坐的比較挺 欸 隔音很好喔 很好很好 它在高速公路的隔音 我覺得底盤的底噪聲音 有一點偏大啦 欸 它這個方向盤 這個握感 好像以前那個霹靂遊俠禮拜託 對不起 我有點老 年代 年代曝露 它這台車的原廠底盤設計很特別 叫做前麥花城下A貝附防晴感 然後後底盤是 半拖曳式扭力兩副防晴感 坐起來硬邦邦 哇 怎麼那麼大 底盤拉很緊 不像在做SUV 四肢避震器的行程很短 對 所以像我們剛剛那個 右彎左彎有沒有 它的反應很快 蠻驚人的 你感覺不到說它是SUV那種高中心 欸 不好意思 這個才叫運動休旅 但我個人是沒有很愛 所謂的拖曳必加扭力兩這種設計 就是像剛剛那種很高速的 不平路面的時候 它會扭一點 有點像晃的感覺 就是拉扯啦 拉扯 應該說拉扯 有一點像左右在飄 對 握這個地方好像挺舊手的齁 呵呵呵 你有沒有覺得它這台車的兩個 駕駛艙好像就是包得緊緊的 最特別的是副駕的這個位置 當那個戰車兵的時候 從那個戰車遼望口 伸出來的那個感覺 它這個三缸不會抖 它臉剛發動都沒抖啊 對啊 不過在踩油門的時候 是有一點感覺到它在抖 一點點 如果說我們在市區開的話 這台車不會感覺它像是一台三缸的1.2車子 何況這台車這麼大一台 每次的放油門再加速的部分 可能要踩稍微深一點 不然會覺得說它那個 油門踩下去感覺有點悶悶的 你不能用殺手的標準來看現在 欸這個 好穩喔 這個懸吊很好 是因為拉太硬拉太緊的關係嗎 開時擋有差 擋有差 感覺像開了油門加速器 那個過彎的那個懸吊印象蠻深刻的 蠻深刻喔 沒有什麼側傾 但又不會讓你覺得難過 低轉的吹油門引擎聲音比較大一點 有點像它以前那個1.6GDI 對 它很像這個車 有一點 然後到現在為止 也沒有聽到什麼 內裝的組裝意義 喜歡歐洲車的朋友 可能會覺得這個中控 這個駕駛艙規劃的很棒 但如果是喜歡空間感的朋友 可能會覺得擁擠了一點 前座真的是 我覺得好做 前座車 這台是前座車 它連肩膀這邊都幫你包住 它這個中控台這樣 蠻有未來感 走在時代流行的間段 法國車其實都很前面 我們以前對法國車的意象就是 引擎變速箱很難用 都是電料 它的電系會也是它的路線 對啊 如果我們不要開過1.6G 我們單純就是開1.2G這樣就好了 這車這樣目前表現蠻V人的 開的人會開得開心很多啊 這台是有溫度的車子 沒錯 就從一打開車門 你就感受到它的不一樣 人家現在都是在轉直塑膠跟皮件 它沒有喔 它給你這個 觀眾朋友 你們有沒有發現它的轉速箱是這樣轉的 天我就是要反過來 它真的是反過來的 它是這樣子 你這個位置比較急一點所以腳可能會痛 這種狀況你腳不撐 這個拉緊有好處咧齁 這個 輪胎 輪胎在折 它台幣有點厚 台幣比較短 但是這個煞車齁 用在這個速度就感覺很好了 你就不會覺得它很神經 只搖很快這樣子 這哪像SUV啊 這動態 這個不像SUV 這個應該算是我所有的 SUV試乘影片裡面的速度最快的一次 它速度跑這麼快 而且 你還很有信心喔 我很有信心啊 對啊 整個座案上面也沒有信心 我還可以再 還可以再快一點 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現在是四個大人 它這樣子的 慣性的控制 很棒 沒辦事 很讚 真的很讚 你看 我講我106逛街主 現在相信 你看這個人都這樣開的 沒有啦 其實 這台車的底盤條件可以這樣開 我第一個彎過完的時候 嗯 好像可以開快喔 所以我後面就一直就一直 一直加上去直接開進去 請問小編 剛剛那樣子還行嗎 你看 有講實話的 可以騎 這個回轉慢鏡小勒 小勒 這很小 這個 真的很線性 如果真的要比的話 它跟那個雙離合的比起來的話 它還是沒有那種 雙離合那種 一踩下去有沒有 你馬上就可以感覺到輪子有那個反應很直接 那個感覺 但是它本身的那個 那個 那個加速的那個線性度 是 反而比我那台做的還要好 好像維持在一個轉速 然後一直推 對 然後一直進檔 之前的6AT 開過6AT 你一換檔它轉速都掉很多 這個 這個感覺不會 說不定跟它的S模式有關係 那我們把S模式關掉 好 40塊 你不要切進來 不要 為什麼 不要外線比較好走 你再 煞車 煞車 50 50 50 切出去 不是 我不知道你要幹嘛 不是 你要保持在外線 這條路外線比較好開 你雷我的吧 你還雷我的吧 沒有我們在幫你做迷路測試 你還雷我的吧 雖然它的底盤好像沒有像大家想像中 就是 什麼前雙A 然後後雙A 或者是後賣滑 後獨立即原調 都要多連桿 但它就是一個莫名其妙的 就是它指向性很好 我覺得 法國 法國車最厲害的就是 你用 能用那種 看起來 人家都覺得不好的東西 然後做得比你還好開 我覺得它的前後下方清 有很大的功能 這台車重多少 1.45 完全不覺得有那麼重 我有一個感覺 就是 這台車如果開快的時候 它的底盤莫名其妙的 它如果開慢的時候 它又有一點點 晃 這是比你開快的意思 意思就是我開的台嗎 不是 就是 這台車 這台車它原本的設定是 100以上的 這個可以開嗎 可以 可以 喔 陽光 陽光 對不起 對不起 它全景天窗旁邊有那個 那個叫什麼 氣氛燈 之前Waygan的接受度都比較不高 哇靠 哇靠 這樣這樣會好 我剛剛又抓到這台車 不一樣的境界 大腳重 它 沒有我剛剛沒有 我沒有拉轉 那個轉速拍得到 我沒有拉轉 沒有拉轉 對 我知道我知道 大概3000轉而已 對不對 我知道 我知道 那個高度看起來3000轉而已 不是 它這台車側向的支撐力 出乎我意料 而且油門大概就出去了 因為我會習慣說 出彎之前 我油門一定會預先踩 因為有一些渦輪車它的Turbo反應就滿了 如果你不預先踩的話 等到你出彎 你要踩的時候來不及 那這台車剛剛這個問題其實不避險 放煞車 斜坡起步 不會倒退 有倒退了 所以它還是有咬一下 輕輕踩 一點點乳洞 那這個乳洞 讓我想到某一台車就是那個 KUGA1.5 KUGA1.5的主動就比較明顯 三缸車這樣子的爬坡 其實是 我覺得是OK的 這個後座的部分 空間夠 椅背角度OK 椅墊比較短 包覆性比較不足 你看這個後座 我們這兩隻這麼大的這樣做 其實也都很OK 而且頭不會頂到啦 而且你要考慮它這個是全景天窗版 就是一般的版本會比這個更高一點 底台算沒有什麼聲音 拍照啦 不會覺得說有什麼太多的搖晃 但我覺得好像有點在扭 對 會扭一點 這台車的前後座的差異 蠻大的 它這個布 有個好處 攀滑 攀滑 我覺得這不可能會痛吧 難講喔 真的喔 因為有蠻多車的後座 它比較沒有在乎它的角度設計 像剛剛這張椅子的前座 就是我們剛剛沿路這樣開 其實開很久 你知道嗎 不會有不舒服 我坐在那邊也不滿 後座我們這樣一路坐下來 我的感覺就是 它這個椅墊的角度 比較平 所以坐久了你會覺得你的尾椎那邊 比較吃重 但是整體坐起來是軟的是舒服 不會悶熱 小編 前座比較好坐 後座比較好坐 很明顯 這台3008我算是開的時間蠻長的 因為這台車給我很多的驚喜 這台車你買來到現在 讓你覺得最不滿意的點是什麼 ACC 1.2沒有 最滿意最開心的點是什麼 它的底盤的反應 開起來讓你不會覺得說 是在開一台休旅車 會比較好玩一點 比較不會那麼的無聊 好今天我們的影片就到這邊 喜歡我的影片歡迎按讚分享 訂閱我的頻道 今天謝謝你 好不會 感謝感謝感謝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掰掰 我這個人 就是對東西不太講究所謂的CP值 我也是 我比較喜歡就是 這台這個東西給我什麼感受 不對我覺得 我覺得CP值這個東西是有道理 但是我覺得什麼東西叫CP值 你花一個價錢買到了一個馬力數叫CP值嗎 還是說你花了一個錢買到了多大一台車叫CP值嗎 但我們必須要打槍就是說 當我們開始提這個論點 有代表這台車的CP值不高 我不會喔 為什麼 因為這台車如果我們單就單純駕駛 性能體驗 然後還有它的內裝的一些布置 這台車是有感動的 但如果你今天硬要把CP值套進來的時候 它就是少了跟車 A、B 這個差 對 就是差這個地方 但這台車有沒有給你不一樣的感受 我覺得這個可能是另外一種思考 我覺得如果以CP值來講的話 其實有另外一種思考方式啊 就是你花多少的錢能夠買到 買到一台你覺得足夠好開的車子 就是比方說什麼影音配備 那些有的沒的 如果你把那個叫CP值的話 那是一種思考方式吧 那你如果是說 花多少錢能夠買到 怎麼樣的駕駛樂趣的話 那個又是另外一種思考方式嗎 你這樣講是對的 你這樣講是對的 所以我覺得到底什麼叫CP值 每個人對CP值的定義都不一樣 所以你現在習慣它的轉速表了嗎 我剛剛一度放棄看它的轉速表 你知道嗎 轉的方向我那樣的不一樣 那個那個就覺得奇怪 我的轉速怎麼一直這麼高 都在壓表 對